我小時候有就是去廣告試鏡 然後有一個很知名品牌的餅乾 它是在冰箱前面 然後光著身子 然後吃那個餅乾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那個 蘇冰露好假嗎 對 然後去參加那個試鏡 那時候的試鏡人員就跟我講說 他說可能會漏到比較多 導演要看你的身形 然後就是希望 就是我穿比較少一點 那當然就是想合理啊 就小可愛安全褲這樣子 然後就說這個角度 可能還是會穿幫 所以我希望你貼NewBloge 那你現場只貼NewBloge 對 然後想說 我是傻的嗎 而且我來試鏡而已 我又不是說已經 已經確定了 確定就是要拍這支廣告了 而且我也就是看他試片 帶了那個燈根本就沒有亮 他叫我這樣做 這樣的動作是什麼樣的意思 所以我那時候也馬上就是拒絕 然後就說沒關係 那我今天可能沒有準備好 我改天再來這樣子 妳這麼 聰明耶 妳這麼冷靜的喔 對啊 像妳這樣妳都不看不出來 我不要 我不會耶 可惡